經過三年不容易的日子 其實社會 無論市民也好 中小企也好 都希望可以休息一休息 顧本培園 所以今年考慮下來 我們覺得不是一個加稅的時候 至於開徵新稅種 坊間有不同的建議 我們也做了不同的研究 我們認為如果要開徵新稅項的時候 都要考慮一個政策目標 跟我們其他的政策會不會衝突 以至於在社會上需要有一個討論 有一個知情的討論 然後大家希望可以這樣 凝聚到一個主流的共識 再去推動 開徵新稅種這個議題是值得討論 但同時間也要看清楚 那個政策目標是什麼 我們認為在現在這個時候 大家都是聚精會神 聘經濟 將餅做大 而且現在我們在做吸引企業 吸引人才 在這個時點 突然之間在這個稅制裡 有太大的轉變 也都會影響別人對我們的看法 畢竟簡單低稅制 是我們的競爭優勢 我們覺得我們留意觀察著 方案我們要研究 然後需要有一個合適的時機 才在社會上大家有一個討論 比較好一點 今天是我們有一個最好的 所以我們是先去打開 我們一開始 接触到尋常 來的照顧 要留意 足夠的 接触到後